你参加过最特别的婚礼在哪里 有看过在神木群见证下的婚礼吗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在10月24、25号办理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 今天开放限量15对新人报名 此外也推出阿里山浪漫游城 来抢攻国内蜜月旅游市场 它是一种用这种聚焦的活动去带着个旅程 所以我们神木下的婚礼 星光下的婚礼每年只有30对 可是参加我们浪漫旅程的朋友 初估应该在1万5到2万人之间 阿里山神木下的婚礼今年迈入第14年 处长表示 往年神木下的婚礼及浪漫游城 吸引许多游客报名参加 为阿里山带来庞大的观光效益 而当地业者表示 受疫情的影响 上半年的客源明显减少 近日才逐渐回温 期望透过这次活动 使观光人潮回流 这些新人到原乡地区去做采点 然后摄影 然后消费 其实无形之中也会协助我们的产业 比较可以 算是有点另类的行销 上半年许多婚礼行程 受到防疫政策的限制 大多都往后延 业者表示 除了掌握自己产品的品质外 也重视商品包装的精致度 打造阿里山旅游的浪漫氛围 把握疫情时期的旅游商机 原市新闻 阿拉斯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